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 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在天国里 究竟谁是最大的 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 使他站在他们中间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改 而变成如同小孩一样 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 所以 虽若自谦自卑 如同这一个小孩 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 无论谁用我的名字 受留一个这样的小孩 就是受留我 福音读经的反省 耶稣希望我们要 如同小孩子一般的纯真 全心全意 追求真爱 不计较付出 热爱真理 行事动机纯正 愿与愿分享 但是我们都因为原罪的污染 而失去了这一切宝贵的天主恩赐 耶稣的门徒也一样需要悔改认罪 才可以变成如同小孩 他们虽然见过耶稣的光荣圣荣 但他们心中寻求的却是世上皇国的荣娃富贵 因而没有接受耶稣必须受苦受死的消息 更没有相信主的复活预言 所以耶稣告诫他们 也告诫我们 必先要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离开天主的罪人 受留心中本来的纯正小孩子 就是受留耶稣基督 完全接受他的教导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良善新鲜的主耶稣 爱慕天父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服从天父 成为配得进入天国的人 感谢主的教导 使我们更亲近天主圣山 在天主的爱内生活 请订阅这位天主福音服务的免费频道 请点赞及留言 这有助于YouTube将本频道推广出去 达致广传福音的目的 也请留言 为世界德文福音祈祷 愿主祝福你 并赐你享有祂的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